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IM 又懷疑 大家應該都會在這一個星期或這一陣子 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新聞 不是說包圍特首車那些東西 就是說 我們的其中一個播放平台 開台OpenRadio 宣布了在2013年5月31日 正式結束廣播新艾 動漫無雙就此都表示尊重他們的決定 亦都會為他們的決定而覺得軟式 但是大家就不需要 因為 憂慮了 就是動漫雙會不會繼續呢 那沒有力了 大家也都會知道 現在一個有新錄音室的節目 接著 咦 會軟? 那當然不會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怕了 大家繼續 用過往的另一邊的download平台 即是在OurRadio那邊 可以下載節目 同一時間 其實我們也都進行一些檔案的重整 那大家可以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盡量會在 接下來這個月 即是六月前 大家應該可以享受到那個服務 就會有所有過往雜數的重溫 是的 但是所有這個字 是Defined by 樹生 即是它漏資訊 大家不要找我去找它 是的 那也同一時間 亦都會推出這個Podcast的服務 是的 不會像大班那邊收六百元那些東西 大家不用怕 那Podcast方面 就會有最新的二十個檔案 二十個檔案不是二十集 即是新舊的那些 一集會斬開十八折那些 那二十個檔案很容易被一集 堆爆了 所以大家 如果看到那集是新舊的 就要定期refresh 如果想繼續 就要在Podcast上聽 就要下載 不過當然你可以在檔案下載 或者上網上聽 都會有不同的途徑 是的 公告暫時 先說到那麼多 我們先說回今天要講的主題 今天我們要豐富各位聽眾的知識文化層面 他們要講書 有沒有贏 不要理會 我們都知道動物無雙 話畢竟是動物無雙 但說動畫又太多了 其他方面又比較少 所以他們要令開新的南海 我們要講書屏 另開新的南海 新的題目 我們要講一些新的東西 即是各自爭議共同發展的東西 對 我們要講一些 促中下人類經濟文明科發展的東西 人類學 那些是 這本書 今天要講的是黃書 我們正確一點說 我們開了一個新的類型 就是 書屏 比較有趣 絕對不是讀書好 打書釘那類的節目 這本書當然要維曉著動漫文化有關的書 第一本就是公本籍藝主的 Alogan文化研究概論 這本書我之前 應該在Facebook有推出過 是無雙過Facebook 還是你過Facebook 我記得是你過Facebook 我記得是你過Facebook 我記憶沒錯 英文 咸書不是Yellow Book 大家不要這樣 但好像是Blue 我忘記了 不要理會 這本書方面是黃色的 沒錯 大家再講一個題目 不要說你是黃種人 I am yellow I am yellow I am coward 我很小膽 不要犯你這麼低級 有趣 如果我不講英文 這本書是開宗名義 封面有提到的 國產Alogan誕生三十年 其實他以為是日本本土的Alogan 當然他有吃到一些外國的東西 但不多 喜歡日本本土 你留了他的英文 我懂得這樣 就交給你 對 英文的名字絕對是有問題的 因為作為一個日本人寫的書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y Alogan 沒有一個off 應該是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y of adult games 他沒有一個off 如果大家要搜尋 就應該搜尋沒有一個off的版本 可能都會打英文找的 有些人可能不懂得打日文的 那不重要 他的出版社就是總合科學出版 這個出版社都過往出過很多奇怪怪的書 有跟ACG文化有關的書 譬如說 《珍說足首學入門》 好像《珍北斗無雙》 聽起來好像有霸氣 即是《你已經死了》 原來插入了那些 還有一些歷史文化類書籍 例如說《文逆孫子兵法》 《文逆孔子論語》 那跟那些摩咧灘有什麼名字 文單嗎 不知道 文單是學英文的 這個文的學孫子兵法 學論語 論語都可以文 大佬 推翻給大家中學生 讀論語都不熟 看看這些書 半部論語可以自天下 不用怕 他讀整本 文逆 整本給你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其他書 當然他有正常的書 即是《NonACG》的書 就不要覺得他純粹是一本出這類型的書 出版社 正常當然不是我們的範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總合科學出版》 亦可以上網上找到其他書 或者我們錄音 我們會在網址製作出版 我們去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這本書 《開宗名義的文化概論》 它會很像 大家會在書局近五至十年 經常看到一些 《Bestseller》或者有關文史節的書 或者《金融書》都會有 《圖說什麼什麼什麼》 《一日讀完什麼什麼》 《概論中論》 《概論中論》的名字 看看是什麼 現在是玩這些名字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都有 英文譬如《Dummy》系列 經常都有這些 即是那些只有100頁 跟著什麼都水過阿輩 這樣提一提 那些 《主計證》 是的 那類的書現在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這本 類型上可以說是相似 但頁數上比較厚 因為它有250多頁 有馬又覺得 蝙蝠前面比較好看 應該這麼說 那些分類 其實前面一般來說 都是那種籠 已經做得順弱 接著大概前80月左右 它就會是1990年之前的事 然後80幾頁之後 全部都是1990年之後 就是1990年之後 即是古代的東西 不是太多 因為可能資料少 而它作品不是特別多 所以編譜比較少 但90年之後 可能Alogan就開始大爆發 可以說的東西 和收到的資料比較多 所以編譜比較長 那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說 最早期的遊戲的數目 連發售其實是不超過100 但是 我們之前說過 我們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說過 即是第一集說HGame的時候 我們也說過 應該是90年代尾 和2000年頭 基於兩個新的Windows推出 是各自翻了一倍 去到現在三百幾四百隻一年 所以反過來 大家可以想到 90年代前 是不足100隻的 所以 那個作品量少 它可以說的也都少 但是 問題就是 究竟是否真的沒有東西說 那絕對是不會的 因為 它本書的編排的形式 因為其實它都說 30年的歷史 所以它的擺法 除了剛才我們開始 有馬說 它說什麼是 Ello Game 然後 就會跟回歷史的 時序 去說 它大概用了一些 歷史的 比較重大的分野去比 例如 8bit的年代 1980 1984 16bit 1985 1989 90年代 然後就是日本經濟十年 1995年之後 就是在Ello Game 中化到接近 現在玩的水平時代 就是 用了Ello Game的歷史去分野 但是它那個年代 其實都比較細碎 大概都是四至五年為一個部分 不會說一些很跨年代 很跳躍的位置 不會的 但是它說了這麼多 究竟為什麼這本書有它的意義呢 就是 譬如我們之前過去講 動漫歷史也好 講Ello Game H Game的歷史也好 一定有些東西就是 大家資料上補足不到 哪怕你去Wiki也好 其他上網去找 都很難找到的資料 特別就是一些90年代早期 或者是甚至80年代 譬如我們之前有提過 最早的第一隻H Game 是光榮出的 可以出的 即是三國志信長之夜望 不要以為信長之夜望 三十周年 原來它出這個Game 都出了三十年 當年是調教女武將 沒有調教女武將 哪有啊 就是光榮歷史 光榮那三者 沒有調教女武將 沒有討論 那三者好像都是1983年左右 跟信長之夜望接近 都是同期的 那類型 之前我們有提過 但問題就是 究竟這個界面是怎樣的呢 裡面會有遊戲 1982年4月開始 即是光榮頭三無縣 1982年4月 1983年6月 198年4月 1982年2月 1981年2月 21月 那麼它會有一些 我們叫什麼 古代遊戲的截圖 大家可以看到版面或畫面質素的改變 因為它不會只有百多年的圖片 但後年期也會有 所以就算大家說我好奇一下 也會看到不同年期的作畫系統上的變化 例如8bit是5.25吋4P的年代 大家現在的網絡基本上沒有任何資料 現在4P也沒有人使用 所以有時候有些子盤紀錄 以前很開心的 Boot機要用4P Windows要分8張10張點 很折套 所以拿一個詞就走得很好玩 我先說 為何類似子盤紀錄的東西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網絡補足網絡運到的資料 當時才知道的資料 用資本紀錄出版 即是對時代的資料的綜合 接下來正式要導入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不錯 最初開宗美國明 作者如何定義L-Game 分析L-Game最原始的就是 Azobi and L 即是遊戲再加攻口 遊戲升為野球拳 斷衍麻將這些 本身已經是一些攻口成份的東西 就是當時最早L-Game的錯型 其實如果大家看回我裡面 他所說的歷史 他會說第一隻 會是一些野球拳的東西 那你就算說去到光榮那三隻 野生活那些 都會是一些野生活 什麼人妻那些東西 那其實就 會看到他反映那個時代 或者是那個電腦遊戲 你那個目標顧下 因為始終你說80年代 電腦未普及 那你的遊戲 寫就寫18 但實際上應該玩那些都38 因為他有一個經濟能力 去有電腦這個硬件 然後去買這個遊戲回來 所以會看到那種主題 就是偏向一些中年人 同一時間也是 因為那個80年代是日本經濟飛躍的年期 其實交際應酬是少不了的 所以這些比較 可能取材於野生活的 猜妹呀 包剪拔之後的脫衣遊戲 那可能也都在某程度上 反映那個應酬 也都會反映到 那個題材其實就 不要說現在或者是近年的那種 飛躍呀 空想科學性呀 混亂了 什麼都有的那些 就還有一些很早期的東西 大家可以好奇一下 我們有提到的 光榮頭三部 最早是1982年4月 機種對應就是 即是8B的電腦 PC811 畫面是160x100 大家都知道 都很久歷史 不是呀 跟Game Boy差不多 類似的 其實這部電腦很貴的 可能當時我們很大明顯 對於是說 半個機種只有8MB的電腦 還是2MB的電腦 對於是很厲害的 對於是很厲害的 對於是對應 對於有這樣的經驗 還是買得起電腦 都是小數人有錢 其實除了說 剛才我們說到一些比較早期的東西 因為它是一本歷史純序的書 所以它會跟歷史發展 一些東西何時出現 這些類型 它會有提及到 例如我們說 盟元素的時候 可能是崩打這類的東西 就是零波麗帶起的 所以同樣道理 這裡也會有 例如說 第一隻的 erogameRPG 會有 是哪個年份 是甚麼名字 一些格鬥類型有關的 又是怎樣 可能Nagi Game 這些會看到你哭的遊戲 他會說 各種各類 遊戲發展上 會出現這些作品的類型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們接著就 下節繼續說這本書 其他類型的東西